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正经纬 非常高兴今天是11月23号呢 星期三我们在空中见面了 那当然太阳盛上来新闻端出来 在今天的经纬点评呢 首先开始我们来看到的 这一夜之间发生的新闻呢 算是算是大家最关心的世界杯啊 这个卡塔尔世界杯啊 这个真的是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冷门啊 阿根廷居然输给了沙特啊 这个这个这个梅西啊真的是太痛苦了 因为原来大家都认为这一次 这个卡塔尔世界杯呢 阿根廷啊应该在梅西的带领下碰回冠军杯 对不对 那这个对梅西来讲也算是画下 人生这个足球的一个完美据点啊 但没想到首战啊 这个第三天啊就出现了这种历史上最大爆冷门啊 听说沙特的球迷啊 在球场外都晕倒疯了疯了疯狂了 这个太兴奋太兴奋了啊 没想到会赢阿根廷 阿根廷是这一次的大热门哦 很多人之前都在分析啊 今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呢 阿根廷捧回的这个金杯的概率啊非常高 但是现在看来呢 有变化啊有变化 不过球是圆的不到最后一分钟 谁也不知道啊 不过有意思 那回头再来看到呢 这个最新的数据报告到这个10月底啊 中国跟这个澳大利亚买小麦买了多少呢 买了总共497万吨 497万吨 创下2004年以来最大的进口量啊 这个有人说中澳关系回温了吗 因为不是前上个礼拜啊 这个中澳领导才见面 是不是这个关系啊 熔冰了 中国从来没有说非怎么样不可 只是澳大利亚那时候死咬不放嘛 对不对 那中国当然就说你这样咬我对不对 那我干嘛还要跟你搭讪呢 那就不买你东西总行吧 对不对 现在来看的话呢 似乎啊 当然澳大利亚也慢慢发现 这个中国对他的需要 是现实面是存在的啦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关系的和缓 对澳大利亚来讲 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难道澳大利亚真的 要跟中国开战吗 疯了 对不对 阿尔巴尼斯啊 他在地缘政治上 现在当然走的还是前面 这个斯卡特莫里森的那种外交道路啊 但是看得出来他也在微调 在微调啊 这个毕竟嘛 澳大利亚你不能否认 他跟美国的关系一时半会儿 也切得不能很干净了 对不对 他还是要照美国的想法去 走那个原来加入的AUKUS里面 好了 那当然回头再来看到军事方面呢 非常有趣 美国呢 这个冲绳啊 美军基地加首纳 昨天呢 把他这个基地里面啊 大概能调动的飞机啊 三十几架 有F-15啊 这个还有这个空中加油机 空中预警机 还有这个所有的飞机啊 通通拉到跑道上 把这个阵仗啊 摆开 类似那种大象漫步啊 就是展现我这个加首纳空军基地 美军的空战能力啊 这个其实是有因 这个这个因果关系的啊 这个话说是怎样的啊 这个大概也是各把周前啊 中国的两架歼10战机 在这个东部战区啊 的歼10啊 就飞出来了 那飞出来之后呢 在东海这个区域啊 做了一次叫做所谓的 这个就是近海拦截啊 两架 科目就这样 两架这个歼10啊 接到紧急状况起飞 说呢 有不明飞行啊 这个啊 气啊 朝我方啊 这个领空啊 啊过来了 那这两架歼10就要上去啊 那当然呢 这个就要配合地面啊 雷达啊 卫星 可能各方面啊 给他数据 然后他们两个怎么去 把这架飞机呢 给这个拦截了以后 给驱离啊 这个这个动作要科目啊 要做 当然呢 这个美国可能 可能不可能不知道嘛 对不对 美国一定看到 哎 中国现在的科目啊 都已经到做 拦截啊 那个拦截是作战啊 当然你就要可能 譬如说要 真的要发射飞弹啊 怎么样怎么样啊 那也看得出来呢 在地缘政治上 有一定的紧张 因为毕竟来讲 F15啊 大概这个月底 叫分批啊 逐步逐步啊 要要撤 撤离加手纳 退回美国本土去了啊 那言下之意就是 也要淘汰 那为什么会那么快 因为F15啊 其实 他也也不断的改进啊 因为毕竟来讲 他算是一个 蛮耐操的战机啊 在 当然你要比先进 他比不上 隐形没有 对不对 可是毕竟来讲 他是一个很稳定的战机 很好用 那为什么就突然不用呢 就是因为歼20嘛 歼20出来之后 这个歼 这个F15就下 比下去了 那如果你还放到这边 改天 碰上了 不是等他还走吗 对不对 还不走 等什么呢 好 把那个原来呢 已经要除役的F22 又从美国本土 要调过来了 对不对 把F15先退 说呢 我们将来啊 F35来得起的话 再往前线掉 因为理论上来讲啊 冲绳就是前线 不得已美国不会把这些最先进最好的武器放在日本啊 对不对 因为他知道如果真的发生冲突 第一仗一定要打掉 消耗掉很多东西嘛 所以呢 所以呢 历来放在日本的都是借铃退休啦 像航母啦 什么这些都是啊 但里根号后来是因为实在没什么航母放 而且现在中国航母一艘一艘都来了 所以才把稍稍好一点的里根号调到前线啊 对他们来讲这叫海外部署 那那就前线了啊 所以你看美国有三个陆战队啊那种打击群啊 实际上美国东岸西岸各一个原来第三个是放在日本 但现在因为没打嘛 只是就是有那个编制啊 但是呢必要是他把人员往里面一填 他就是一个啊作战部队 好了那这是一个情况 再来看到呢 当然还是很遗憾看到那个 呃印尼的地震啊 那个死亡人数还是快速攀升啊 听说这一次因为那个区域人口很密集啊 建筑的材料也很差 当地震来的时候呢 就经不起那么一晃就完了啊 蛮严重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呢 这个日本啊 突然防卫省昨天发了讯息说 我们呢 周末的时候 跟澳大利亚跟美国的海军呢 我们进行一次海上军演 重点是武器支援呢 就日本啊 他的武器支援美国跟澳大利亚 那什么武器呢 没讲 但是呢他强调我们的关系啊 可不一般啊 但也看得出来这种军事的紧张还在持续啊 因为在昨天 嗯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跟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啊 嗯在柬埔寨开会的时候见了面啊 两个人呢 当然呢 这个出来啊 发表这个 这个谈话的时候呢 这个重点啊 这个都不一样啊 那中方的重点是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红线 永远不会变啊 那美国当然出来就说呢 这个中国的战机啊 做出了许多在啊 他说中国战机在印太地区做出了许多具有危险性的举动啊 这个要节制一下 什么地点 什么飞机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心里有数 对不对 当然呢 现在大家没讲破啊 但也看得出来呢 呃跟坚实啊 去拦截是不是真的有军机来这件事 还是演习 这个话中有话啊 不然美国国防部长怎么会说 中国军机做出了 这种历史有点危险的举动啊 好 那看得出来在地缘阵子上的 这种军事升温啊 并没有因为中美领导人 呃见了面啊 G20见面 谈了三个多钟头啊 中美关系就和缓 实际上看得出来呢 这个谈归谈啊 这个打归打啊 这个还没到打了 这个紧张啊 军事对立啊 还是在升温啊 那当然今天经文点评 想跟各位来谈的就是 到底中国面对美国 这种步步逼近的军事 施压的时候 中国该如何应对 那当然呢 哎 这个就像我们常讲 上游政策 下游对策 实际上中国也看到在 整个军事发展的过程上 实际上现在的战略战术啊 在不断的改变 美国呢 当然呢 他二战之后 一直保持一个军事 就算是领先全世界了 对不对 你想想看1958年 他就有核潜艇 对不对 到了70年代 人家去登月啊 这个忙得不得了啊 反正呢 他的军事优势啊 当时是说因为美术冷战 所以美国在发展 他的军事力量 但你今天回去看 这个确实啊 在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中 军事发展啊 那是绝对需要的 对不对 就像中国今天在发展军事力量 实际上是保证中国不被别人欺负啊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你不能说我把生意做好 对不对 就像说我把书读好 就行了 你还要看世界 那当然来说呢 军事发展的急迫性啊 也越来越明显 那当然我们昨天有讲到 中国就是因为科技发展太快嘛 对不对 科技发展快 你军事就跟着走嘛 走了以后 别人就觉得不对劲 好 所以呢 现在步步逼近的情况之下 中国在美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啊 当时就想到叫做不对称作战 那东风就是一个典型的一种 一种战略布局 那当然早年嘛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个根本不可能对称吧 那怎么办 飞弹 对不对 导弹 这个东风家族就出来了 中 中程 短程 甚至周际 就出来了 那有没有威慑力 肯定有嘛 要是没有东风 各位看看 今天的局面会怎么样 哪是这样 航母统统停在你家门口 对不对 那他爱来就来 爱走就走 你没辙 因为譬如说 你的航母那时候还没成军 你没有打击力量 他航母来 你怎么样 对不对 你战机 我航母上也有战机 所以有了东风 航母现在躲得远远的 你看那一次 李庚浩跑到哪去了 跑到都快跑回家了 躲躲躲躲躲躲躲 那东部战区军演那一次 那当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不对称战略 中国第一步就走对了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 这个所谓 当年美苏冷战的那种 所谓相互保证毁灭的 核威慑力量 又提到一个高度 当然跟俄乌冲突有关 那还有这个朝鲜 不断的试射 那我们就看到 这个前两天太平洋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 啪啪罗 他就跟媒体讲 说中国现在 在六艘094A核潜艇上面 六艘配置了巨浪山 洲际飞弹 这个对美国产生巨大的威胁 这啪啦啪啦啪啦讲一堆 那当然第一时间 中国的一些军事专家说 哎呀这个美国就是为了要预算 海军希望淘汰 恶害恶极现在的核潜艇 多买一点哥伦比亚籍的 所以要把中国威胁论的 拔高啊这样的话呢 海军啊就能要到很多预算 就能够呢 这个大家这个日子啊 过得比较宽松一点啊 当然这个理论成分有可能啦 有可能啊 但是不是主要原因 No 不是 真的是中国的战略改变了啊 好我们就讲 那路上有东风吹嘛 对不对 水下要干嘛 要巨浪啊 要有巨浪 那这个巨浪啊 对中国的核威慑来讲 它是一种安全的保障啊 这个跟美国啊 这个 这个这个在 19 如果要追溯时间的话呢 非常早 在1959年的12月30号 美国第一个 核威慑潜艇下水 所谓核威慑呢 就是它带着这种洲际飞弹啊 它平常不打 这个潜水艇是这样啊 潜水艇在二战的时候 一战也有 二战也有 尤其是那个德国的U型潜艇 他们是专门什么 打商船 打军舰 那那个潜水艇呢 就带着鱼雷 在海上 对不对 寻意躲 看到商船 就射嘛 商船是补给 就射 然后打军舰 这样这样啊 那个还蛮有杀伤力 也蛮有威胁性 但是在二战啊 快要结束的时候 美国突然发现呢 日本有一种潜水艇 叫E400 那个E400呢 就是一个算当时潜水艇里面 吨位很大的 将近5000吨啊 然后呢 它上面 甲板上面 有一个舱 舱里面有飞机 可以用蒸汽哦 它也是用那个 用那个气压弹射 弹射之后呢 回来的时候降在水面 再用吊车把它吊回来 也不错嘛 构想蛮好 当时啊 这个据说 这个日本做了以后呢 准备啊 开到美国的西岸 等美国军舰出港 我就打你 对不对 甚至我可以攻击 我的飞机 可以攻击你的陆上基地 还有去攻击啊 这个巴拿马运河啊 对于你切断你东南 的军舰要过来吗 对不对 我帮他把运河给你炸 怎么样怎么样 反正呢 那时候的日本的作战概念 当然因为战争 太平洋战争 丢得太快了 这个伊四百啊 前面做了三四艘 结果都没派上用场 但是那个的构想 颠覆了当时所有 潜水艇作战的概念 潜水艇作战啊 真的是有一点点呢 打阴的 偷袭的 对不对 在水底下 过去了 咻 送你个鱼雷 跑啊 对不对 不跑 反潜就来了 好 那在那时候呢 突然潜水艇变成什么 攻击 它是主动攻击 它不是那种被动攻击 它主动攻击 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就在思考 如果我们跟苏联啊 要打仗 我要不要有一种秘密武器 带着洲际飞弹 对不对 躲在水底下 它要是敢打我 我打它嘛 我陆上游 我海上游 它把我陆地打了 但我海底 它不知道在哪 海洋那么大 70% 对不对 地球都是海洋 我潜水艇多好长啊 随便长都有 所以在1959年的12月30号 美国海军的乔治华盛顿号 就下水了 当时啊 跟通用动力啊 就讲啊 说啊 我们要一种垂直发射 这个潜水艇 里面以前鱼雷是往前射 对不对 现在我要往上射 那当时找到那个叫洛克希德 洛克希德跟马丁还没合并啊 当时叫洛克希德 跟洛克希德说 我要做一种飞弹 要两次点火 两段式发射 那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潜水艇啊 在水底 潜水艇在水底呢 那当然来说呢 你不能这样在地面 对不对 发射火箭 啊 这个一点火 啪一喷 潜水艇要折断 那个后座力非常大 好 那怎么办呢 当时就想到 洛克希德就想到 两段式点火方式啊 因为大概潜水艇要发射 这个这种洲际导弹的时候 它大概也不能在水面哦 很浅的地方 很容易被人家看到 对不对 它要沉到至少50米的地方 也不能太深了 太深的飞弹 飞半天出不来啊 大概50米的地方 那准备好了以后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点火 第一段点火啊 打开舱盖了 开舱盖啊 不然出不来啊 打开舱盖以后 第一段点火 这个 这个 这个洲际飞弹啊 洲际飞弹差不多 大概要40吨 到50吨之间啊 因为它是固态燃料 它要飞1万多公里 对不对 你不能太小嘛 太小它飞不远 所以这个吨位就很大 要把一个 4050吨的东西 从海底50米 上面有水哦 有水压哦 它要推它 那个力量呢 又不能够伤害到潜水艇的结构 反作用力啊 不能伤害 它的出水呢 要很顺畅 大概要到什么呢 就冒出水面 大概50米的时候呢 二次点火 这个才是真的开始啊 那至少这一段呢 要推得很顺 推到这个50米的时候 对不对 二度点火 还要成功 不成功 它不就掉在那个水上了吗 对不对 所以要二次点火 砰 然后开始冲啊 往那拿冲 往大气层外面冲出去了 对不对 这个就要厉害 哇冲出去 洲际飞弹都这样嘛 先第一段 这个初段呢 是先进大气层 然后在大气层外 中段 对不对 到末段的时候呢 进入大气层 重返 重返大气层 朝的目标 大概基本上啊 像巨浪级别呢 大概六 最少六枚啊 这个核弹头啊 一次带六枚啊 那像东风 四十一啊 大概可以带到十枚啊 那东风四十一 这个毕竟来讲 它也是 在陆地上啊 这个算东风系列里面的 大杀手啊 很厉害 那这个巨浪 巨浪第一代是巨浪二啊 巨浪二 有些人说巨浪二跟东风四十一啊 一个是陆地 一个是海下 那当然巨浪二呢 现在来看呢 它的射程呢 有问题 过去啊 大概巨浪二可以射到六七千公里 那如果啊 这个到美国西岸 六七千公里啊 你的潜水艇要开到哪 开到夏威夷的东边 就是夏威夷跟美国本土的 这个位置啊 你发射 你才能够 够得到美国的本土嘛 因为理论上你不是打到岸边 如果你今天真的 它可能是内陆里面的某个城市 那你是不是这个要计算 你不能用算到海边啊 你要算到陆地里面进去啊 所以呢 要往前推 那换句话讲 这个潜水艇的逆中 就容易被人家发现 你就已经跑到人家家门口 在那边对不对 去丢 人家已经看得见你啊 所以啊 这个一直以来对过去094 携带巨浪二 在部署上 困难度很大 那当然呢 你平常躲得远远的 那万一有状况 你够不到人家家 那怎么办 往前跑 会被人家发现 反潜 就盯上你啊 那怎么办 所以呢 那时候就一直在战略布局上啊 想方设法 那最后就说 一定要用一个突破 怎么突破 潜水艇改 改大 巨浪二 升级变巨浪三 所以这个美国舰队司令 帕帕罗 说啊 中国现在094AO出来了 上面已经有六艘 每艘部署了 大概16枚巨浪三 哇 那什么概念啊 16枚 6艘 那美国每个城市 差不多都要在范围内 那更重要 因为这个094A 配了巨浪三 射程有1万2千多公里 那换句话讲 他不要跑到夏威夷附近 发射嘛 对不对 他也不能 也不需要在中国的 比如说东海这边发射 不需要 他去哪里 他可以退到南海发射 我们讲南海那边 巴拉旺旁边有个叫苏陆海 苏陆海很深 比南海这边还深 就是设个潜水艇 苏陆海 南海 巴士海峡 这一代啊 真的094部署下去 094A啊 等于是以退为进 往后部署 这个美国军方啊 很清楚 你完完全全啊 可以躲得远远的 但是因为你现在射程 可以打到那么远 不一样啊 为什么要跑南海去部署 或巴士海峡 这有原因咯 各位可要知道 每天啊 每年啊 每年啊 经过啊 这个南海的这些 比如说货轮啊 各式各样的轮船啊 啊 除了军舰以外 各位享有多少 那可多了 对不对 每一年有9万亿 9万亿的货物啊 在这里走来走去 那潜水艇呢 原来就是要逆中静音 对不对 那单人中国现在094A啊 听说呢 经过重新设计啊 当然这个很多机密不能讲 听说这个噪音啊降得很快 当然呢 这个也有一种说法 说中国呢 这些年呢 做这个啊 什么锂电池啊 这方面技术啊得到了突破 核潜艇是这样啊 核潜艇呢 它是用反应堆啊 这个就烧锅炉啊 啊 产生了这个电之后呢 去推动 但是呢 还是有噪音嘛 啊 那如果在敌人来反潜 找你的时候 你可以啊 停车 然后用电 别人就不容易发现你的声音嘛 啊 就不会有很大的声音 也不会有那种核辐射被侦测到 那更重要呢 在整个南海的水底啊 是很吵的 那个照音 环境噪音很高的 一会儿传经过 一会儿呢 这个传过来啊 一会儿传过去 那个水底噪音很大 对反潜工作来讲 很难啊 这个如果中国潜水艇躲在南海底下 美国要反潜 常常会听不到 到底是附近船的声音啊 货轮的声音 还是水底潜水艇的声音 很难分辨 所以现在啊 中国把战略啊 把这个094A 往这个南海部署 各位看到海南嘛 对不对啊 这个那边 榆林港啊 那边都有基地 就看得出来 中国在战略战术上 开始做了一个调整 因为你军事升温 你看昨天吧 美国发了一个 发了一个新闻啊 日本日本发新闻 说日本的神盾舰呢 两艘去了夏威夷附近 发射标准三飞弹 在大气层把把把弹啊打掉 这代表什么 就是拦截啊 过去啊 这个飞弹拦截有一定难度啊 那尤其是初段 初段是拦不了 中段啊 中段拦截呢 这个中国现在技术还不错 美国现在什么 萨德啊 标准三神盾啊 都是末端 末端拦截 那尤其是初段拦截的时候呢 如果今天发射 巨浪山啊 从潜水艇发射 在南海 美国完全没有拦截能力 完全没有 因为各位不要忘 南海还有三个 对不对 永属美济除弊三个岛 这个上面有一定的这个解放军的力量啊 对不对 美国军舰如果在这个海域搞反潜 中国就把他赶走吗 走错你不要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看得出来呢 中国这一次的094A啊 当然中国官方现在都没讲啊 这个都是美国讲的 但美国的情报应该八九不离时 但也看得出来 中国在战略上呢 有了新的装备 新的战术 还有新的打法 这个就是一种 不对称作战的概念啊 那当然呢 中国并不是希望 这个互相保证毁灭 只是希望互相保证 稳定啊 这个很重要 但是呢 有了这个 这个094A跟巨浪山 短时间美国在 这个印太战略上呢 他还是会有所收敛 对不对 不然干嘛那么急的 要澳大利亚买核潜艇 因为巨浪是 094A跟巨浪山 这件事情啊 实际上在2018年到现在 已经试射了好几次 几月几号 什么2019年12月23号 还有这个就是2019年6月2号 什么这个2018年11月 这个美国都清清楚楚 中国试射了什么巨浪山 中国都没讲 但美国人都知道 这个情报工作 他们还是很认真了 这个如鼠家增 就像那个辽宁舰飞机起降几次 那日本呢都报告 总共起降几次 从几点几月几号 几点几分到几月几号几点几分 就看得出来中国的发展 大家都关注之外 当然中国也必须调整 战略应对局势的变化 当然现今的中美关系呢 虽然是领导人见面 看起来是超稳定 但是呢在军事上 仍然要上井发调 绝对不能充切 因为局势的变化 是我们难以预料的情况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 那当然关怀国际局势呢 叫锁定 经纬点评 谢谢最近很多朋友 留言啊 抖内啊 按赞啊 订阅啊 支持 那这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关怀国际新闻 就是关心国家大事 对不对 因为国家大事攸关你我 我想也是我们 这个匹夫有责嘛 好的 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们就明天呢 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 拜拜